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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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来你就变成醉猫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我还不如乱老白杆的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喔 好像对于你 好 好 当家的啊 休息休息吧 该吃早饭了 好 玉瑶 六学儿 徒弟们呢 他们怎么都没有来练功啊 他们都上学去了 那就好 来 走吧 好 秦先生 秦先生 大厂门哪 是您哪 老朽啊 是天天等夜夜盼 就盼着您早点回来 向您告辞 告辞 先生 您要去哪儿啊 能去哪儿啊 没地儿混饭吃了 只好冲操就业 到街上摆个挂摊 给人算命去 先生 您说实话 是不是我齐家 亏待了您 不不不不 那倒没有 那就是 我的徒弟 不听你的话 倒也不是 既然不是 那先生 您为何要离开 齐大厂门啊 您看看 这不离开又怎么办呢 这学生都跑光了 三天都没来上课了 什么 三天都没来上课 柳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他们都去上课了 是 上课是上课 可他们全去国民小学上课去了 那谁让他们去 我让的 当家的 是我让的 怎么了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你是要跟你哥哥连起手来 给我作对上课 这话是怎么说的 等出县长 要把我的威政司徒给停了 要办国民小学 那时候我就没有答应 后来你哥哥 他主动拔架县太爷 甚至自己出钱 要办国民小学 还跟我打擂台 有比较才知道哪个更好 这是好事啊 这哪是好事啊 司徒先生要交血统 这是几千年留下来的规矩 那个国民小学算什么玩意儿 凭什么按东洋人的规矩 去办狗皮学堂 玉耀 你跟我走 去哪儿啊 跟我去国民小学 去把我的徒弟全部叫回来 让他们跟着前些这场课 大掌门英明 老朽佩服不已 走 这就是国民小学 是啊 当家的 你看 这国民小学的大门 气不气派 门面还有什么用 绣花枕头 一包糠 玉耀 走 同学们 看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适时带来的 居住的星球 叫做地球 当家的 不要让人家觉得 咱们两个不尊重老师嘛 听听再说吧 这里就是我们的国家 中国 我们国家的东边是 朝鲜 日本 北边就是苏俄 西边翻过喜马拉雅山 就是印度 在我下看 南边就是我们南中国海的 各个岛屿 玉耀 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怎么了 他说的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谁不知道 这天原地方 泱泱滑下的中央 他这到底是从哪里 请来的草包老师啊 他居然还说 这个地球是圆的 这不是在扯淡吗 也 也是啊 如果真的是个圆的 那我们不天天都 头和脑胀呢 再说了 这个球是圆的 怎么着 要是一个人转到了球下面 那这个人 还不是得掉下去啊 你 不行 我不能让他再继续 误导我的徒弟了 当家的 就像这样 师父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 这位先生 你是谁 为什么要乱朝我们的课堂 先生贵姓 我叫李东宁 免贵 我叫李东宁 你就这么混迷我的徒弟 你跟他们说 我们就住在同一个球上 而且这一个球 一直转来转去 这什么鬼话 先生 我们现在正在上课 你有什么事情 下课之后我们再说 好吗 不行 我不能看着你 误人子弟 我们可是住在 神州大地上的 天原地方的 我们也不可能 像你说的 住在 转来转去的一个球上 师父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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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站起来的学生 都是你的徒弟吧 正是 在下是威胜镖局的奇招 这次特地前来 是来跟你理论的 那好吧 齐先生 我问你 您知不知道 在无边的大海上 如果我们先发现一艘船 最先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我们会先看到围杆 再过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看到船 嗯 没错 但是 我们为什么会先看到围杆 这 这个我不知道 是因为 地球 它是一个圆球 是一个特别大的圆球 大到我们肉眼 根本就察觉不到 所以我们在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发现一艘船 最先看到的 就是围杆 师父 你是叫我们回私塑吗 怎么 你们不愿意吗 为什么 私塑里讲的都是老古董 这里讲的是新鲜的东西 我们习惯学 你们全部都站起来干什么呢 你们不怕人家先上笑话 说我们威圣标局出来的人 都不懂规矩 来 坐下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下课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走吧 走 下课 好 陆先生 我们一起下课了 二位自便吧 真好玩 给我 上课了 走 同学们 今天我们开始上化学课 首先呢 我们先讲讲什么是空气 简单地说啊 空气就是我们鼻子吸进去的气体而已 但是不是我们用鼻子把空气吸进去这么简单 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还有大量的氧气 同学们知道吗 钻过山洞或者下过地道的同学们应该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会头晕目眩 甚至呼吸困难 那是因为山洞里的氧气十分的稀少 一般啊 这个盗墓贼在下古墓的时候 都会点燃一个蜡烛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啊 古墓里的氧气比较稀薄 蜡烛呢 是需要氧气来点燃的 如果蜡烛突然间灭掉了 证明古墓里的空气没有氧气了 他们就要尽快离开那里 以免生命有危险 所以啊 我们下面呢就来学习什么是氧气 氧气的组成和氧气的来源是什么 好不好 好 大少爷 咱们的人回来了吗 大少爷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大少爷 难道是先生不让咱们把孩子领回来吗 不是 那 那是国民小学不让回来 就让他们继续在国民小学上课吧 这 这怎么行啊 这 怎么不行啊 我徒弟他们这样挺好 我都想抽空 过去上课呢 那 那咱们的四叔不就黄了吗 四叔啊 那就不办了 那 那钱先生怎么办 账房先生不是成病了吗 你就让钱先生先去账房帮忙算账吧 每个月多给他家两块大洋 不要让人家寒心了 当家的 好啊 玉儿 你怎么了 我本来以为当家的你是个死脑筋哪 刚才差点吓死我 我真怕你大闹国民小学 我又不是于牧哥的 再怎么说我也是从京城出来的 我还知道 古为金用 杨为中用这个道理 还是大少爷有学问 如果早知道 这国民小学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早就把这个四叔啊 全都变过来了 当家的 那当初干嘛非得要办四叔啊 我是听说 学校要采用东洋人的教学法 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当年八国联军 在打进北京的时候 这东洋鬼子就占了一半 我们的紫禁城呢 就是东洋鬼子 用人梯爬城墙给攻破的 得了 这些沉芝麻烂骨子咱们不提了 玉儿 早点备饭 咱们吃完饭呀 我带你出去逛逛 好啊 玉儿 带我来这干嘛 我带你来看我妹妹 你什么时候 帮上了个妹妹 你去关外鸭镖的时候 那她住在哪里 就住在里面 走吧 姐姐 我来看你了 姐姐 这位是 这就是我们卫生镖局 大当家的啊 齐昭 兴辉 小女子一丈红 见过齐大当家的 一丈红 好像在哪儿听过 就是我哥哥嘛 他给你提过 他不是说让你纳妾 给你提亲吗 说的就是我这位妹妹 荒唐 齐大当家的 小女子久闻江湖传言 齐大当家的 在方圆百里 武功都是第一的 小女子也学过一两招 好 今日想跟你讨教讨教 好啊 我最喜欢看别人比武了 太好了 当下的 你今天没有带兵器 怎么过招啊 齐某今日不用兵器 徒手应对 姑娘 你就放马过来吧 那小女子就得罪了 报仇的机会总算来了 请你保佑我 诛杀刺贼 小小丫头居然有伤心 姑娘 跟谁学的功夫 都是花拳绣腿 中堪不中用 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当家的好身手啊 姑娘 你这不是在讨教啊 简直是在搏命 不搏命 你怎么可能晾出真功夫啊 姑娘 冒犯了 姑娘 没伤着你吧 没有 姑娘 你本名叫什么 我叫陈清霖 你觉得那个仪仗红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长得够俊俏 而且挺有性格的 说是向我讨教 可是啊 他出手招招够狠 根本就不客气 这么说 你喜欢上他了 漂亮女人 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带我来 是 老大 我抓俩探子 走 你们两个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知道 顶顶大名的 郭山峰 郭老大 郭老大好 知道还敢来骚扰老子 我看你们是活够了 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没 没人派我们来的 我们是 自己来的 对 不说实话 老子一枪一个 都让你们见阎王 别别别 我 真没人派我们来啊 我们是来投奔您的 郭老大 对对对 什么 投奔我 对 你们哪个山头的 我们是黑风领的 我是黑风领二当家 我叫肥猫 是够肥的 你呢 我 我是黑风领三当家 屁口 既然是黑风领的 二当家和三当家 那你们一定有点本事喽 说说 都有什么本事啊 我会吃 我和刘门的敲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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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郭老大 我有用 我也有用 你有什么用啊 我知道县城的 饭店和餐馆 我的县城当铺也很熟 你怎么会熟悉县城的当铺啊 我之前偷的东西 全都进当铺当 二马子 带上他们 马上出发 多谢郭老大 说说 郭老大 马前哭 走 郭大 挺好看 看看 孤将刘步 外侠来的吧 看着人生的 你们要干吗 一看就是个恋家了 我就是想跟你比试比试 郭老大 这娘们儿 这小娘们儿还挺泼辣 老子喜欢 郭大 咱们给你抢过来 当压寨夫人怎么样 好 给我追 好 进去追 那边 那边 我看这儿也要是 啊 我看不见这儿 就你不就 那儿 那儿 我看了 你怎么也不看 你怎么会 那儿 还不上 我看了 那儿 那儿 我看了 那边有一个叫花鸡 味道特别好 这就知道是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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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清楚了 那姑娘就住在新厢房 而且就她一个人 就她一个人 就她一个人 太好了 见着是天助我也 对吗 现在还早 也带你们喝酒去 走 好啊 走 走 走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请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 孩儿为了报仇 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舍身嫁仇将 若是新婚之夜 有机会下手 孩儿还能保住清白之身 若是新婚之夜没有机会 孩儿只能任她蹂躏 爹 娘 原谅女儿吧 妹妹 这是干什么呀 姐姐来了 没什么 我给父母亲上个香 希望他们能保佑我 嫁入齐家想符合我 齐家有我呢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你啊 嫁过去以后 顺着 什么 被人抬走了 对啊 刚才我吃饭回来一看 她的房间已经换人了 掌柜的说 一丈红被一顶轿子 给抬走了 什么人干的 这这这这 不知道啊 大娘啊 老子看上的女人 也有人敢抢 你马上去帝给我查 好嘞 行 我这就去 肥猫皮猴 跟着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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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在姐姐的面上 上个桌回家 什么 你说仪丈洪昨天夜里 跟踪到了玉瑶的房间外 是啊 我看她手上还拿着把匕首呢 这么说 你昨天不是在听房 而是在盯梢了吗 丈人们 我早就觉得仪丈洪来了无证了 你说她没见过你 却一心想要嫁给你 这多可疑啊 为了大闯门的安全 我不得不多留个心眼 果不其然 这爷们没安好心呢 你现在说这些 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大人们 你就不能再相信她了 快点把她抓起来 要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 我其实是想欲求故纵 将计就尽 快点啊 来 这边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上的这堂课是自然课 在今天的自然课上 我们来讲一讲 最初始的人类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有哪位同学知道 请回答 老师 我知道 方茂国同学 好 来 起立 人是哪儿来的 这谁不知道 娘生的呗 方茂国同学 每一个人都是娘生的 这没有错 但是老师问的是 人类最开始 是从什么地方演变而来的 好 请坐 好 请坐 好 请坐 先生 我知道 齐先生 来 齐先生 请讲 都说女娲造人 人不就是女娲造出来的吗 呃 齐先生 你说的这个是神话 上古神话 不准确 好 请坐 好 同学们 来 我们一块来看 黑板上这张图 第一个是古猿 这第二个就是类人猿 第三个也是人类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体图案 是 亮才兄弟 变兵如此勤奋 本县长还是欣慰 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好 一 二 一 别干净 好 好 谢谢大人 大少爷 好 齐昭昨天就去学校听课了 好 这小子还真丢得一下面子 放得下身段 也算是迷途知返 善莫大言 好 我还以为这小子 会死抱着他的老八虎 四叔不放呢 真是小瞧他 好 大少爷 我还听说 好 干什么 好 说呀 好 西昭昨天晚上哪儿戒了 好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好 大声说 是 好 七昭昨天晚上哪儿戒 真的 好 真的 哎呦 这小子啊 说开窍就开窍了 我家小妹知道吗 好 当然知道了 听说 还是大小姐亲自去的广府客栈 接得一盏红 他们三个 还一起吃着饭 好 太好了 这下你心里就长了一根刺 好 这根刺会刺得你越来越疼 好 到那时候 我收拾其招 你还会顾及兄弟情谊吗 好 老大 你这骰子 七点 七点 哎呀 好点子 好点好点 老大 您的 这是我的 北方 你这 传清楚了 传清楚了 是威胜标局的 齐昭那些 齐昭 威胜标局 齐昭 威胜标局 齐昭的儿子 对 就是他 娘的我记得威胜标局 好像有三十年 四十个标识吧 老大 四十六个标识 配套都是西洋快枪 这 娘的 还真有点扎手 老大 我看咱们还是算了吧 这不好惹啊 什么 算了 不是 你看咱们要是 反个票 抢当铺 这 妥当 万当啊 不行 只要是老子看上的 就一定要弄到手 不是 可是他们有西洋快枪 老大 怕什么 老虎 他也有打盹的时候 二麻子 在 你带着肥猫皮猴 去威胜标局踩点 咱们今天晚上就动手 老大 咱们真的要抢人啊 老子不但要抢人 还要把标局给端了 老子手里要是有 三四十条快枪 那就是乌鸦变凤凰 老鼠变野狼 周围那些小山头 老子平躺 二麻子 在 你们马上就去 猜点 我回去召集弟兄们 好 走走走走 秦林呢 来到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习惯 习惯 这样子吧 明天我就请玉瑶带你上街 去买几件新衣服 秦林 这是您夜里拿来防身的吗 是啊 让夫君见笑了 样子祸 看上去贼量贼量的 其实不是什么金刚打造 这个呀只能吓唬人 没用的 清廉 进了齐家 就用不着这玩意儿了 我呀 会保护你的 谢谢夫君 赶快睡吧 清廉呢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摘耳环 摘耳环呢 早点睡 明天还有事情要做 嗯 马大壮 你怎么了 大掌门 你不知道 刚才这女人要害你性命 没这么严重吧 清廉 我都纳你为妾了 你为何还要刺杀我 姓齐的 我跟你又深仇大恨 恨不得叫你千刀万剐 我之前与你素不相识 我也不做亏心事 为何会是你的仇人呢 少废话 我告诉你 我这次没有得逞 我做鬼都会千天缠着你 刀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广亭 把这个要杀害我兄弟的女人给我带走 你们两个 把这女人给我带我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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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昭兄弟 你知道 这个一战红的真名是什么吗 我知道啊 他叫陈清廉 那你知道他爹是谁吗 他爹倒是不知道 你连人家的爹是谁都不知道 你就敢娶他 他爹是谁呢 广亭 这件事情是你查出来的 你来告诉他吧 齐昭兄弟 你有所不知 这个陈清廉的父亲 就是当年户部银库库钉 也是因为你 他的父亲 在武门外被砍头了 原来是因为这事 陈清廉才把我当成仇家呀 没错 他之所以混到你府上 就是等待机会 杀你 报仇 你看我干什么 要谢我呀 我明白了 你一定在想 我为什么去查一战红对吧 你还在想 我看上的女人 后来嫁给了你 我一定会吃你的醋 一开始啊 我心里是有点变腻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你是我多年至交的好友 而一战红 仅跟我有一面之缘 我怎么可能 因为一个女人 而失去我这么多年的 一个好兄弟呢 不过 也正因为是这样 他放着我一堂堂县展的 正牌夫人不作 而去做你的偏方为妾 我才觉得这事情 有点蹊跷 这才让广亭去查的 放开 走 快点 走 快点 进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听到没有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大当家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 大当家的 你们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 你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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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会不会再那个偏方啊 不会的 我们俩 一辈子永远在一起 真的啊 是 大当家的 有你这句话 我以后都听你的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好 这才是你女友 过来 什么要紧事啊 半夜三更的 刚刚得到的消息 县长大人和警察局长 待人去了威胜标局 把仪丈洪给抓了 什么 仪丈洪被抓了 为什么 听说这仪丈洪的父亲 也是当年户部银库的裤钉 被齐昭在武门给砍了头 仪丈洪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才加紧了齐家 还有这当事 我还听说 这一战魂正准备刺杀齐昭 反而被齐昭给拿住了 可惜啊 太可惜了 老天爷 你为什么不长眼 就不肯受了齐昭这个祸害呢 父亲 什么事啊 好 这一战魂正准备刺杀 刚才管家跟我说 仪丈洪被警察局抓了 你白天不是告诉我 仪丈洪嫁进齐家做小妾了吗 怎么被抓了呀 不关咱事 睡吧 不关咱事啊 这一战魂正准备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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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太担心 炭火枪 弓简 咱们大夥人西洋快枪 你就是是吧 那怎么办 要不咱们开溜 再另找一家山头投门 不行 我是不想再挫山头 我 坐狗 要带到城里 我 城里多好 城里有烧鸡 有烤鸡 有叫话鸡 严炬鸡鸡 你先叫着他吃 那你说怎么了 投靠奇招 投靠奇招 人家是正经人 像他们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 人家可要啊 你看你看你看 说你半把娘傻 咱们手里有王牌呀 谁是王牌 检举立功 来 他肚子疼了 小儿上面 快点 好呗 马上来啊 小子肥猫见过大掌门 小子皮猫见过大掌门 敢问两位 我齐某认识你们吗 你们两个 为什么假冒我的老朋友 说是我请你们来的呢 肥猫你说 大掌门 你先让外人出去 我再要搞出话 他不是外人 你们两个才是外人 我可不想花钱去打发轿花子 你们两个就先出去吧 混账东西 还不快滚 大阳门 今天晚上有土匪要打进卫生拱局 是啊 大阳门 土匪 什么土匪啊 有一百多号人呐 回首的叫郭山峰 过山峰 你说那个到处流窜的过山峰 他跑到鲁云县来了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是他让我们俩来卫生拱局踩点的 对 让你们两个负责踩点 对 是三个 还有一个叫二麻子 不过二麻子是过山峰的亲戚 我们瞒着他向大展门报信的 对 那你们两个知不知道 他们今天晚上 为什么要打劫我的卫生拱局呢 不是 是那个大展门 你抢了他的女 谁 闭嘴 不会说话能不说话吗 不是本来就是 大展门 是这样 是过山峰啊 看上那刚过门那个义太太 一时来抢人 二时来抢 卫生拱局的几十艘西洋快枪 原来是个样子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个 有倒是水往高处流吗 这不对 是是是 人往高处流 水往低处流 我们是来投靠大展门 投靠大展门您的 信手大人 饶命 饶命 饶命了吗 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是那个过山峰派来的 你是说过山峰已经进城了 他们两个是从二麻子那里听来的 土匪有一百多人 他们现在在哪 二麻子没有跟他们说 你们两个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过山峰派你们来送假情报的 你们这点小伎俩还想瞒过本官 榴莲县上那么多商家瀑布 过山峰不去抢 偏偏去招惹威胜镖局 威胜镖局现在兵强马壮 他就不怕崩了门牙 这一定是过山峰 声东击西 不不不不 谢了大人 那过山峰今天晚上真的要 打劫卫生庙区啊 二麻子让拼猴半夜两点钟 打开卫生庙区的后门 小子已人头担保 是是是 谢了大人 人头担保 你这个人头 还是蛮有分量的吧 来着 先把他们两个带下去 是 起来跟我走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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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提招兄弟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这过山峰 还不知道一丈洪 已经被关到了监狱里面 这样最好 我打算今天晚上在威城标局 把这帮土匪一举拿下 要是他们袭击监狱的话 那事情可就大了 这样也会惊动你的上司 那将会有可能对你不利 关键时刻还是好兄弟想着我呀 不是我夸口 这一百来个土匪啊 火了四十个标师 无非是一个人开三枪而已 他们根本就冲不进来 兄弟啊 此事万万不可大意 这个过山峰 是个什么样的土匪 你听说过吗 无论在关内关外 这土匪一般分为四种 一是鸡匪 二是民匪 三是匪岛 四是野匪 这当中最危险的就是野匪 以前我听我爹说过 这个过山峰啊 他就是一个 也非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更加不可小觑 这样 这今天晚上 你在威圣镖局内部 打这帮土匪 然后 我派贺亮才的保安团 把威圣镖局给包围起来 借这个机会 一举歼灭这股土匪 大长官 标师们都埋伏好了 大壮啊 你不好好在那边守着 来这里干什么呢 我如果过来给大长官速枪嘛 大长官 你门过枪啊 那可用说嘛 你以为我御前侍卫 只会跨着妖刀吓唬人哪 嗯 我们训练所用打掉的子弹 说出来 肯定会吓死你们的 那 大壮 这天哪 就快黑了 你叫我们所有的弟兄 千万不要粗心大意 大长官 您放心吧 好 我们过去看一看 咱们老大怎么没来 管你自己活干好管他干嘛 要是我把后门打开 兄弟们不来 那我不暴露了吧 是 知道咱老大叫什么名号吗 固然疯啊 这不对了吗 该刮风的时候 风自然回来 废人化 赶紧 走走走走 帮我团座 营长 兄弟们都埋伏好了吗 团座放心 全部都埋伏好了 发现土匪了吗 附近都搜查过了 只发现了二麻子 肥猫 屁猴三个人 在后门外面鬼鬼祟祟街头 其他土匪呢 没有 没有发现其他土匪 这就奇怪了 时间马上到了 土匪怎么还没有出现 莫非 他们闻的味道不对 不来了 这个 杯子也不太清楚 让兄弟们盯紧点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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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杀 雨优 等会打起来不可危险 你要照顾好自己 让开 让开 爸爸 快 快快快快 走 走 團座 黎明杰打成一鍋中了 卑職不才 向團座請站 團座 全國命令 包圍威勢不要軍 沒我的命 不許接入 不許開槍 團座 黎明杰打得不可開揪了 七招是我的結拜兄弟 我不能搶他的功 左人要仗義 要互動 明白嗎 是 卑職明白 停 怎麼沒槍聲了 應該是投降了吧 你還等什麼 大家給我衝進去 抓住國山峰 是 走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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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起來 起來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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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我們是臥敵 臥敵 我說姓齊的 你這就是靠陽槍欺負人 算什麼本事啊 有能耐跟爺爺單挑 也好 那我也活動活動經過 當家的 跟他打什麼打 趕快把他抓起來 怎麼 你怕我會輸給他不成 我 你要是輸了怎麼辦 我要是輸了 就讓你馬上離開這裡 絕不會為難你 好 爺爺就跟你大戰三百個回合 好 那就奉陪到底 大哥 大哥 你就是國山峰 是又怎麼樣 抓起來 是 起來 起來 再過二十年 稻子還是一條好漢 帶走帶走 走 走 別別別 大長班 我把你都送起人了 大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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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團長 門口那兩位是我的眼線 請賀團長高抬跪手 我說妹夫啊 這些都是你的標師打死的 是 早知道你的標師 個個都是神槍手 我就不瞎掺討了 賀團長 你過獎了 我是知道你們保安團 會在外面給我們撐腰 這心裏才有底劑 就算是這樣 我的弟兄們 還是有不少受了情傷 打死這麼多土匪 連自己一個人都沒死 沒想到衛生標局的 戰鬥力這麼強 要是保安團跟他打 就算打勝了 傷亡也不小 不行 不能讓棋手做大 一定得儘快解決掉他們 收隊 收隊 就這麼走了 天都快亮 趕緊睡一會兒吧 打傷了那麼多兄弟 我心疼睡不著 你不是已經把鎮上的大夫 都請來了嗎 不出半個月 兄弟們又都是生龍火虎的 我說你那個哥哥呀 可真是 你替他幹什麼呀 他這個賀大團長啊 可真沉得住氣 他明明就在外面包圍 卻遲遲不動手 要是他早點動手的話 那些土匪早打怕了 也不至於這麼多兄弟受傷了 你生他氣了 我真是心疼 我那些受傷的兄弟 尤其是我那些徒弟 他們都是孩子 我能明白 其實說實話 我心裡也特別煩他 他要是能早點衝出來 咱們就不會傷了那麼多兄弟 可是我這個哥哥呀 他現在雖然是個團長 可他從來沒有帶過兵 沒打過仗 他現在也算是趕牙子上架了 好在咱們沒死人 也算立了功 要不然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別跟他計較了 還在想什麼呀 我在想 一站紅 他為什麼這麼恨我 殺父之仇 能不恨嗎 玉耀 你說句實話 當年 我到戶部盈庫 查處了一批貪官 後來他們 在武門外斬立絕 難道這是我做錯了嗎 當然沒錯呀 那這一站紅 為什麼要把這筆帳 算在我頭上呢 那是因為大清朝完蛋了 他不算在你頭上 他難不成跑到京城 去找那個退位的小皇帝啊 想起那個時候 我被大清朝當差 也算是大清朝的走骨 鷹犬 可大清現在已經被推翻了 我到底還做錯了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做錯 這貪官污吏呀 無論是在哪個朝代 那但凡是有 老百姓都過不上好日子 所以所有的貪官污吏 都應該被殺了 你什麼錯都沒有 你做得好 說得對 就是這個理 我沒錯 當然沒有 行了 別想了 趕緊睡吧 天都亮了 好 新中兄弟 七招兄弟 昨天晚上那一仗打得漂亮 既打出了威勝標局的威風 也打出了保安團的聲譽 真是一舉兩得 精彩啊 這保安團的聲譽 賀團長已經跟你匯報過了 是啊 今天我一到這兒來 賀良才就跟我匯報過了 這活桌匪首過山峰 這個功勞可不小啊 不過你們威勝標局也不錯 打死了五六十個土匪 你放心 我已經向尚風匯報了 你就等著受嘉獎吧 新中兄弟 那保安團昨晚遲遲沒有動手 這個可有遺物戰機之限 兄弟 你可不能小肚雞肠啊 我哪裡小肚雞肠啊 我知道 沒有你們威勝標局 就抓不住肥首過山峰 這樣 要不 我就跟賀良才說說 讓他把這個投工讓給你怎麼樣 什麼叫讓給我呀 我們威勝標局 拼鬥到最後一刻 只剩下那個過山峰 還在玩抗 我和他單打獨鬥 而且 我已經把他打倒在地 這個時候 他們保安團 才匆匆地衝上來 就是檢獻城了 是這樣啊 要是兄弟我有半句假話 天誅地滅 記者 你是我的兄弟 我當然相信你了 可是如今 保安團剛剛成立 極需要鍛鍊隊伍 也需要鼓舞士氣 你就聽俞兄一句話 把這個功勞 主張給賀良才對吧 好嗎 信中兄弟 你都已經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 我還能說什麼 我又不是吃黃糧的 就根本呢 也不會在乎功勞不功勞的 大氣 還是我兄弟大氣 你放心 只要俞兄還在這個官位上 什麼事情都好辦 我不會虧待你的兄弟 好了 什麼都不要說了 你先忙忙 兄弟 我先告辭了 等等 不要著急 我還有事情要看你 你這一路上走標 就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風聲 是啊 我沒有聽到什麼風聲啊 要變天了 要變天了 這話什麼意思 兄弟啊 你說句老實話 是總統好 還是皇帝好 誰能夠讓老百姓 過上好日子 誰就好 這話說的在理 你剛才說的要變天 到底是什麼意思 袁世凱要推翻共和制 恢復帝制 又要有皇帝了 是不是宣統皇帝又要登基了 不是 是袁世凱要當皇帝 各地都寫了勸禁表 那你是上表了 我沒有上表 國勝毒君 罵袁世凱是個竊國大盜 要是這個民國 再這樣搞下去 那還了得了 是啊 你說要是袁世凱當了皇帝 這歷史豈不是又倒退了 行政兄弟 要是這樣的話 你是站在哪一邊呢 我當然是站在 國勝都君那一邊 對了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問你 關於一戰紅 這政部到底要怎麼處理呢 是 兄弟啊 你也算當事人之一 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我想 把他給放了 我最後再問你一句 你真的要去見他 嗯 你可要想清楚 這個女人是一條毒蛇 她會要了你的命 毒蛇 你不是曾經還喜歡過她嗎 我說你轉變得可真快啊 我是曾經喜歡過她 但是那是在了解她的底細 和所作所為之前 再說了 我怎麼會去喜歡一個 要殺害我兄弟的女人 我想清楚了 我想去看看她 既然你一決 我也不管了 走吧 把門打開 是 好 請 您請 來來來來 這邊請 來 就在那邊 就是這兒 幾十六號 起來 有人來探監 是你 清林 我來看你了 看我 看我笑話吧 我告訴你星期的 我們兩個 勢不了力 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 鑑魚長 這犯人的伙食 這已經算幽帶了 這稀飯都是我特批的 別的犯人 只有紅薯吃 部下 能不能叫你的部下 加點飯 幾個菜 這個錢我出 齊昇兄弟 這是說的哪裡話 這點小事情 包在我身上 你趕緊去半吧 是 小的這就去拜 拜托两位 我能不能跟他单独谈谈 那好吧 兄弟啊 你真应该改名叫齐大傻 兄弟啊 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你好自为之 把门打开 是 怎么不吃饭呢 赌气 还是真不想过了 你不是说要报仇吗 你要是饿死了的话 你怎么着要报仇呢 老一辈的人相信有来世 可我在国民小学里听老师讲过 人只能活一世 人死就如登命 那些什么神神鬼鬼 天堂地狱 前生来世 那些都是自我安慰罢了 胡说 像你这种人 死了就应该下地狱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地狱 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 这地底下热得很 就算有阎王在 他早就烧死了 胡说八道你 胡说八道你 地底下就是有十八层地狱 像你这种人 就是应该下在油锅里 变成油炸鬼 清灵姑娘 我刚才让人准备饭菜 带回来你吃饱一点 才有力气再找我算账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怎么着我报仇啊 清灵姑娘 清灵姑娘 功夫是不错的 只不过 仅是一点皮毛而已 少废话 清灵姑娘 冒犯了 你刚才那些功夫 只是花拳绣头 是没用的 那你学的是哪儿的功夫 要是你想找我学功夫 就好好吃饭 把身体养好 再来找我报仇 有些事情我还是不明白 你只知道我杀了你爹 你要报仇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杀你爹 我爹是反清智氏 你是蜻蜓走狗 我势不两力 你听谁说的 听我娘说的 你娘还跟你说什么 我娘在死之前 让我发下毒誓 说 一定要杀了你 我不知道你娘 为什么对你说这些 我 我可以把真相告诉你 当年户部银库 上下勾结贪末观银 你爹就是当时的主谋之一 东庄事发 朝廷严惩贪末 在武门外处斩药犯 我就是当时的奸证官 不过 我没有亲手杀了你爹 那些都是刽子手干的活啊 你胡说 你爹贪末观银 犯的是死罪 出事是迟早的事情 我只不过是恰巧赶上 把他们揪出来 即使不是我 也会是别人 你懂不懂啊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我只知道 杀父之仇必须报 杀父仇人的话 我不会信 我只信我娘的话 好了好了 先不要说你信不信我 我看你得先活下去 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再来找我报仇也会值 但是 我要奉劝你一句话 你爹走错了路 我希望 你不要走错了 你保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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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你怎么来了 你得替我做主 哎呀 怎么回事啊 慢慢闯来来来来来来 是 是不是齐昭欺负你了 你实话告诉哥 哥马上找齐昭算账去 让他写下修书 一排两赛 让他以后 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你 你傻吧你 我好不容易让他娶了我 你让他写修书干什么呀 你缺心眼还是我缺心眼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就是那个一张红吗 他差点杀了齐昭 现在进了监狱 对 这事你肯定知道 我知道 齐昭不光不怪他 还要把他领回家来 我怎么说都没用 你说领这么个人回家 那将来日子怎么过呀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阻止齐昭去监狱领人 不行不行 齐昭这个人哪 他是个死脑筋 你根本就说服不了他 我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你跟那个县长 还有警察局长 你们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吗 你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就说这杀父罪则难逃 暂时放不出人来 不是暂时 是最好这辈子 都让那个一丈红 在里面蹲监狱算了 留着一丈红在齐昭身边 说不定哪天他就替我报仇了 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 我跟你说正事呢 玉瑶啊 这事哥帮不了你 我知道 你本来就不愿意让我嫁给齐昭 你现在是故意的对吧 你就是想看我笑话对吧 行 你不说 我自个儿去说 回来 玉瑶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不管怎么说 这一丈红也是齐昭的姨太太 这关在监狱里 有损齐家的里面 这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那把他接回来还是有道理的 玉瑶 其他的事哥都能帮你 就是这件事哥帮不了你 这件事回忽到齐家的里面 再说了 这齐昭是我的妹夫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玉瑶啊 我劝你啊 同情达理一些 别再拦着了啊 对了 哥还有事 先走了啊 回来再说 回来再说 大少爷 大少爷 富贵说 你进来 什么事啊 大小姐 我跟我哥说话你听见了是吧 取一丈红回家是你出的主意是吧 这一丈红差点杀了其招 害我自己翻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也是因为你是吧 大小姐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一出啊 别急 我帮你想办法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大小姐 你是齐家 明媒正娶的大少奶奶 你想让她谁进门 她谁就能进门 你不想让她谁进门 那她谁就不能进 我不是怕人家不高兴啊 大小姐 此一时彼一时 你一向敢作敢为 怎么叫做齐家就变了呢 这倒是 我有主意了 这么快就有主意了 说出来 给叔听听 我不告诉你 看来你们都是来逼我的 船长 不是我们逼你 现在各省各界 都纷纷上书劝技 拥护袁世凯成帝 是啊 北洋军 好多师长旅长都发了电报 赞同中华民国改成红线帝国 毕竟人家袁世凯手里有枪杆子 志良 光天 你们两个怎么看 我听大哥的 我听大哥的 大哥 这件事情我拿不了主意 你怎么说 我怎么做 那好 各位都是自己人 那我就说句心里话 我常信忠 虽然是大清御前侍卫 可是我始终相信 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 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当今的世界潮流是什么 就是民主 是平等 是法律 袁世凯要当皇帝 就是倒行逆施 县斩大人 问题是咱周围的好几个县 都上了校中书 咱又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上面怪罪下来 您会有麻烦他吗 什么麻烦 无非就是摘了我这顶乌鲨猫 可是 不必再说 这事已经定了 我绝对不会拥护袁世凯称帝的 去去去 散会 起招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在外面听见了 我支持你 这袁世凯想当皇帝 他不得好死 关键时刻 还是我兄弟支持我呀 我记下来 回头咱们一块喝酒 可是 我 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有话直说 好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把陈青莲保出来 你说什么 我问过监狱长了 我也算是受害者 只要我不追究 那这陈青莲就不会被判死罪 只要我愿意担保 县长大人能够批准的话 那就可以卓情开恩了 开恩 开恩 开什么恩呢 齐兆 你是糊涂了 还是被那仪仗红领迷住了 人家一门心思的要杀你 你却还来这里求情 不管怎么说 归根结底呢 他始终还是我的姨太太呀 我的女人 我不保她 谁保她呀 我告诉你 放人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他是要杀你的 你可要想清楚 这个你放心 以我的身手呢 他是绝对杀不了我的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也不忍心 看她在监狱里受苦 我欲心不忍呢 你 小时六号 出来 等人保释 好 安爷呀 你怎么不安呢 赶快好安排的 准备人 让我们就可以回去做 我可以出去 齐兆放弃对你的法律惩罚要求 还做了你的担保人 交了保释金 你按了手印 就可以保释出狱了 怎么啦 赶快按呐 来 这边 按这儿 好了 行了 你们可以走了 咱们走吧 清凌 你可以走了 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都可以 你自由了 你 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你爹虽然不是我害死的 但毕竟是因为我而死 就算是我欠你的 再说 你一个女人 我不希望你被关在这种地方 要是没有地方去 可以回家 大少爷 你总算回来了 嗯 你 怎么 什么怎么了 是二奶奶回府 让厨房夹菜 可是 可是她有事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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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她呀 我的话有没有听见 是 大少爷 我这就让厨房夹菜 快 玉瑶 你等我呢 等二奶奶 等你的心头肉 你们这是夫妻说能把家还了呀 等 我走 刘全 给我备车 这 听见没有啊 玉瑶 你就不要为难刘全了 你要备车去哪里了 她不是回来了吗 你还管我去哪儿啊 这么着吧 你给我一纸修书 我走了得了 我不给 我没有要修了你的意思 那你就修了她 怎么办 反正齐家呀 有我没她 我那个齐政 你听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咱们两个白头到老 那她要是回来了 我算什么呀 这 这不是我之前纳的妾吗 我以后不再纳妾了 姐姐 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吧 要打要骂 都听你的 我可受不起 玉瑶啊 你看 我的清廉都已经这样说了 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就不要太过分了 姐姐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 是个孤儿 现在好不容易感受到家的温暖 你就忍心 就这样把我扫地出门呢 要不这么招 你不是自己觉得武功不错吗 我还觉得我的不错 所以咱们俩比试一场 你要是赢了 齐家大门 你进 你要是输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玉瑶 这可是会伤人的事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心疼她是吧 那不比了 修叔拿来吧 这 那好吧 那就按你说的办 可是啊 你们俩 要 点到为止 要 点到为止 你大少奶奶会不会打过二少奶奶呀 六强儿 不要那么早 就下结论呢 我是担心 你大少奶奶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既然你说我是姐姐 你是妹妹 那我必定不能欺负你 你先来 姐姐 得罪了 走 走 玉瑶 大少奶奶 玉瑶 你没事吧 我痛好痕 刘军 快去郎中来 我扶你回房间吧 好 来 过来 坐 你没事吧 别担心 我刚才已经让刘全去请了郎中 等一下 让郎中好好给你看看吧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平时身体一向好得很 今天不知道怎么 为什么会头晕 大少爷 郎中已经请来了 大少爷好 没礼没礼 我夫人刚才有些头晕 你快帮我看一看吧 老先生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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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少爷 大少奶奶 这是有喜了 啊 这 这真的假的 真的 一命人从脉象上看 确实如此 太好了 月儿 我们七家后继有人了 恭喜大少爷 贺喜大少爷 老爷全相有之 也会为您高兴的 老先生 谢谢您了 大少爷 这又不是我的功劳 您就不用客气了 我 我都糊涂了 这初为人妇可以理解 我马上去开几副保胎的药 给大少奶奶 来 你先坐去吧 来 刘璇 你陪着先生 待会儿到账房那边 支个红包给他带过去吧 明白 老先生 这边请 那我就先告对了 老先生 这边 好 月儿 来 起来 我们聊聊 好 月儿 我们要有孩子了 我都要当爹了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你呀 真的是够粗心的 连自己有了孩子你都不知道 你 居然还跑去比武 我又没怀过孕 我怎么会知道呢 再说了 我去比武 你也不拦着我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争了 小心动了胎气啊 这还差不多 齐昭啊 你说咱们的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长得像你还是像我呀 他长什么样啊 不管是像你还是像我 只要他是我们齐家的种 我都高兴了 求你 月儿 我想要跟你商量点事情 什么事啊 除了那个陈青莲 其他的都好商量 玉瑶 我知道你心地最善良了 你看那青莲 她无父无母的 无家可归 我们总不能让她流落街头 再说了 我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就让她回来 也是为了孩子既得行善不是吗 可是她 别可是了 刚才你头晕是针 这青莲呢 她要剩也是石 我们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哎哟 我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怎么会呢 你不是说 你一直都很喜欢青莲的吗 这一切啊 都是天意 是老天爷 要把青莲给留下来呢 好吧 我就暂且同意 先让她回来吧 好 来 坐 恭喜姐姐 刚才青莲不知道姐姐有孕在身 差点出成大错 还请姐姐原谅 这话我可受不起 不过话说回来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身子不方便 也不会让你占了上风 是姐姐承让了 愿赌服输 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这说来说去 毕竟还是你赢了 让你留下 就算是天意吧 谢谢姐姐 陈青莲 我问你 我贺玉瑶对你怎么样 姐姐对我 当然比青姐姐还要亲了 那当家的对你怎么样 怎么 你是不想说 不敢说 还是没脸说 你没脸说我来说 你牺牲色相 谋害青夫 幸亏老天爷帮我不帮你 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雨瑶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就别再提了 当家的 你宽宏大量 你可以不提 但是我不能不提啊 这将来的日子长着呢 跟我回房去 咱们好好立立规矩 虽然我心里很不情愿 可是既然我答应你 让你进了齐家的门 你就又是齐家的人了 咱们还是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姐姐 有话请讲 我知道 当家的把你领回来 既是原谅了你 也是原谅了我 原谅你 你 我不太明白 我哥给他做媒 他拒绝了 是我再三逼他拿钱 还亲手操办了你的事 可是 可是你借了门 你要是真把当家的杀了 那不就跟我 把当家的杀了 是一样的吗 我骗了姐姐跟当家的 我也知道 我没有脸再见姐姐了 我听说你要杀了她 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你 我心里担心 不知道当家的 要怎么处置我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心胸这么宽广 你知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你心里的那些事 我不清楚 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要说的是以后 既然你是大轿子抬进来的 那你就应该踏踏实实地 跟她好好过日子 我知道你心里 你还是放不下 可是你要知道 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她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 你知不知道啊 那进了监狱 要不是她 你是有八九要死在里面 清莲 我很同情你的身世 但是有些话 那当家的 当初揪出你爹 他莫观赢 那不也是为了国家好吗 只是她这人吧 她一根筋 她不会变通 但是她那心里 绝对是有情有义 要不然她也不会把你 从监狱里救出来 这又是对你恩仲如山 你知不知道 姐姐现在有了生命 以后这身子啊 越来越不方便了 你答应我 替我好好地照顾当家的 做我的好姐妹 做齐昭的好女人 好吗 姐姐 我现在心里很热 你让我再想想吧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要跟你说 我们之间的恩怨 还没有解决 这话什么意思 在你心里 你是不是还认为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呢 是又怎么样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我闭上眼睛 然后我数三下 你呢拿着这把匕首 你可以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 怎么样 你说的是真的 是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一言即出死亡难追 绝不后悔 一 二 三 减 减 走 怎么了 下不了手 不是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之辈 但是我不会用这种手段 等我回去练好功夫 下次见面 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站好了 干什么 没事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这女人不地道 咱哥几个担心你吃二便苦 收点茶醉 别胡闹 让她走 这 清凌 你一定要抓我报仇 你才甘心吗 不是 杀了你以后 我会自杀 为你寻找 你这么做 是为什么呀 因为 你是我的夫君啊 大人啊 这 让她走吧 你 同学们 今天老师教大家唱国歌 好不好啊 好 齐昭 您干什么 先生 我不是来唱歌的 我是来听课的 再说 我也不会唱歌 你小时候没有唱过歌吗 小时候 我只唱过儿歌 那就证明 你在撒谎 你会唱歌 可是 唱歌是小孩的事情 我这大老爷们的 也不太合适吧 谁说唱歌是小孩的事 国歌 无论长幼尊卑 都该学 都该会 请你坐下 先生 我不是你的学生 我只是来旁听的 进了这个教室 听了我的课 就是我的学生 这个道理 你不懂吗 我知道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可是 你是女的吗 不许笑 齐昭 你要离开可以 那以后 就不可以 寻听我的课 坐下 同学们 下面跟老师 一起读一遍好吗 好 亚东开化 中国枣 亚东开化 中国枣 一美追欧 旧邦心造 一美追欧 旧邦心造 起招 今天上课的时候 没给你面子 生气了吗 有一点 那好 我请你吃饭 走啊 你是不是难呀 那就别磨蹭了 走吧 来 来 来 朱 朱 朱 干什么 咱不说他好了吗 拦住大掌文 求他收留咱们 你吓呀 你看这大掌文 是没有人啊 是有一个 咱们去看看他呀 你是找死啊 大掌文钓鱼呢 你要什么语 傻子 美人语 知道吗 美人语 那 那该怎么办 走 跟着 滴滴行事 走 这里 坐 谢谢 小掌文 欢迎光临 你认识他 在武门外 打败日本武官的大英雄 柳林仙谁不认识 两位吃点什么 两笼包子 两碗面条 可以 好的 好嘞 稍等啊 谢谢 请问先生 尊姓大堂 我叫上官燕 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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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国首都啊 你怎么会在这个小地方当老师呢 我的理想是乡村女教师 不过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什么什么 王角周刊 特约摄影师 摄影师是干什么的 就是照相的 包子来了 慢点啊 拍照我很在行的 你想让我给你拍张照片吗 为什么 因为 我对你的经历很感兴趣 对我的经历感兴趣 嗯 飞猫 你饿了 飞猫 你饿了 谢谢 咱们一点点 我没钱 你饿了 小二 来了 你饿了 两位 吃点什么 这有什么好吃的 有包子 面条 凉菜 给我来几个小菜 每两碗面条 六龙包子 这么多 咱能吃碗吗 那一桌啊 是我们大长官 我们俩啊 是小跟班 等会儿 你一起结账 好好好 你收拾是吧 谁不会 你别打了 你 贬这么多 她不会生气啊 不会 肯定不会 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 不是大长文想到 所以 是那个美女想叫咱大长文 咱大长文 走堂花月 不会小肚鸡铲儿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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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用啊 齐章 我到底能不能跟你拍照片 你为什么一定要拍照呢 当在广角周刊上 我就是个练把士 走标的 不知道 谁说的 就凭你在武门 打败日本武官 你就是大英雄 而且 我还听说你在走标的时候 遇到日本浪人打劫 是真的吗 那些都是一些小事情 不值一提 你说说吗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啊 没什么好说的 国金 结账 齐大长门 一共两块大爷 国金 你是不是考错了 我们没有点那么多啊 没有搞错 是你的两个跟班吃的 我先过去一下 是你们 大长门 给大长门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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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招摇撞骗了啊 你们什么时候 是我的跟班了 大长门 我们兄弟俩一心一意追随大长门 一心一意追随大长门 一心一意追随大长门 我们要学习隔壁重新做人 学习隔壁重新做人 求大长门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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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老说有什么啊 应武吗 你才应武 你全家都应武 你 三奶奶 你们屠散心肠 你就帮我们说句好话吧 好 你叫我什么 三奶奶 齐长大院三少奶奶 三少奶奶 七长 你这是两个什么跟班啊 我什么时候变成齐家大院三少奶奶呢 大长门 你误会了 他们两个胡说八道 根本就不是我的根本 大长门 三少奶奶已经开尽头了 都说我们俩是好跟班的 你就收下我们吧 齐长 你就答应吧 这两个活宝真有意思 先答应嘛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给我听着 他是我们先生 不是什么三少奶奶 知道知道 现在不是 以后肯定是 对对对 我刚才都看出来了 这个女先生喜欢 喜欢大长门 胡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统统把嘴给我堵上 现在给我回镖局 老大坐 老大坐 我给你按摩 我给你吃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伺候你呀老大 是啊 我们在黑风里 就是这么伺候老大的 停手 听见没有 你们不要再这样信殷勤 我可不是什么山带王 你们这样子 我可承受不起 既然刚才 我同意你们两个跟着我了 那干脆 我就安排点事情给你们做吧 全都老大 全都老大 快起来 谢谢老大 谢谢老大 皮猴啊 你就到厨房去打杂 肥猫 你呢 就挑水劈柴 到钱花院去打扫 老大 我怎么能打杂呢 我挑水劈柴 对啊 还有扫地 怎么 不愿意了 我们要当大长门的跟班 对大跟班 你们俩为什么要当我跟班呢 那才威风 对那才威风 你怎么老学我说话 你跟武吗 你是硬伍儿 你们全家都硬伍儿 你是硬伍儿 你是硬伍儿 我的老天爷呀 就你们俩这德行 还当上黑风领的二当家和三当家 怪不得啊 你个胡三刀死得这么快 老大 那胡三刀不是死我们手里的 那是死您手里的 不是人的 翡翁 不是老大杀的胡三刀 是贺良才杀的胡三刀 是贺良才杀的胡三刀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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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事太抱歉 我家大少爷不在家 这事小的也做不了主 想清楚就说 在后院 File 则 不想过好日子 废话 不想能过好日子 那是傻子 怡凤 怡凤 齐昭阁 你怎么来了 怡凤 我 齐昭阁 我以为我进了贺府 又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呢 你不要忘了 我还是孩子的干爹 我们很快 就可以团聚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齐昭 你个大老爷们儿 跑到贺府内宅 想干什么 你不要说话 银蜂 我问你 你还记得这两个人吗 吃个红薯吧 土匪 这两个人是土匪 大人就是他们绑架我的 银蜂 你不要激动 你听我说 你好好地想一想 是不是他们两个 把你卖到打铁关机院的 是 是他们 他们是小龙 还有一个土匪头子 齐昭 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银蜂 这事情早就已经完全清楚了 我已经找这个真相 找了很久 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当年那个狐三刀绑架你的时候 这幕后的指使就是贺两财啊 是什么 他们两个现在 已经投靠了我的威证标局 他跟我说 是那贺两财指使狐三刀 让那狐三刀 把你卖到打铁关机院的 这是贺两财的主意 这些坏事 要是真的是孤爷干的 那他为什么 还要去剧院把你赎出来啊 因为贺两财 要去剧院找你的事情 也是早有预谋 你要知道 你们打铁关机院 离我们柳林县这么远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碰上 我去找那个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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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宝跟我说 要我送很多银子 他才会告诉我隐情 只可惜 我到了那里 他已经死了 我想 这个事情 肯定跟那个贺两财 也是脱不了干系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他结拜兄弟 我也和他无严无仇 这就是我最心痛的地方 我怎么想 也想不通呢 难道是因为提亲 遭到了拒绝 而怀恨在心 按理说的 确实不至于这样 霓凤 你现在就跟我走 这件事情 我会慢慢地调查 齐昭哥 你等我一下 我去收拾东西 霓凤 霓凤了 你真的要跟他走 我不跟他走 难道再在这 杀人不见险的畜生身边 是 盈芳 你真的要跟齐昭走啊 娘 朕没想到这个贺两财 这么丧心病狂 我跟他无冤无仇 他居然这么害我 也不是他 我现在和齐昭哥哥 和和美美过日子 怎么会弄成这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是啊 娘也没想到会这样 娘 啥也别说了 咱们快点跟齐昭走吧 离那个恶魔远冤的 傻闺女 咱们跟贺两财 无冤无仇 她能过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 把咱们整成这样 你要是跟齐昭走了 你想过后果吗 再说了 你已经是贺两财的人了 现在跟齐昭走了 贺两财 面子里子都挂不住 她能饶得了齐昭吗 到时候 别人说咱们娘俩的命 保不住 就是齐昭跟孩子的命 那都很难说 你喜欢齐昭 但是你不能害了她呀 可是娘 我在这里真的待不下去了 每天面对着一个 你恨不得将她 碎尸万段的人 抢颜欢笑 比死了还难受啊 娘知道 你心里这道坎 跨不过去 但是你要知道 这过日子 就得走一步 看百步 就为了孩子 你得忍 娘 我知道 你不想伤害齐昭 这样吧 我出去跟她说 走 祇大掌门 你到底还想干什么呀 你就直说吧 我想带银凤走 你想带她去哪儿啊 我家 你把人家的新娘带到你家 你还好意思说 银凤是我的新娘 都是贺亮才的使坏 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现在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 我就要带银凤走 谁都别想拦着我带她走 你把银凤带走了之后呢 我 就去县政府告那个贺亮才 你还要去告我们家姑爷 齐章 就算这些坏事 都是我们家姑爷背后指使的 那贺家大小姐也嫁给你了 这也算扯平了 你干吗还要借我们家银凤呢 那孩子怎么办呢 贺亮才的儿子他肯定不会放 但只要他肯放他的儿子 我就会把他的儿子 当成我自己亲生的养 我跟你说啊 柳灵县现在 大少爷 大少爷 起招来咱们府上抢姨太太了 你们 她带了多少人 带了一大帮子的人都带了家伙 好大的狗胆 多做 我去集合权三弟兄 让他们现在紧急集合 你想干什么 他性提得不忍 不咱们就不义 先抓捕了齐章 再去把他威城镖局给踏兵了 就是 赶在老虎嘴上拔毛 还活腻歪了 都做 下命论吧 你们胡说什么 你以为保安团是用来给老子 公报私仇的吗 你闻到 大少爷 人家都欺负到他妹府来了 你不管了 谁说我不管了 现在这民国将法律 老子去县政府告他 你们两个到我家大门口 找个隐蔽的地方隐蔽起来 只要齐昭带着我这姨太太出门 立即击毙 童总 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只击毙齐昭 还是连姨太太一起 格杀勿论 不过 要是银凤抱着孩子出门 接着 千万别伤害我的儿子 童总 你放心吧 只要齐昭赶快走姨太太 我保证把齐昭一腔毙了 好 去吧 是 齐昭 别做梦了 现在马上走 老娘就不跟你计较 你要再胡搅蛮缠 我们家姑爷爷 手下可是有几百条枪 你可别鸡蛋碰石头 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只要跟殷凤说话 你让开 我不让 除非打死我 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你 住手 殷凤 殷凤 你听我说 齐昭哥 死了那份心吧 我不会跟你回家的 殷凤是个懂事的孩子 齐昭 你听清楚了吧 娘 虽然我不会跟齐昭走 但我有话要单独跟齐昭说 不跟他回家 一句话就得了 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要是娘连话都不让说 我现在立刻带着孩子 跟齐昭走 好好好 想说就说吧 快点啊 我可告诉你 姑娘一会儿就回来了 回来正好 我正能抓了他 去县政府 来 走吧 齐昭哥 齐昭 我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我不能看着你再这样下去 至于贺良才你不用怕他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放心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我已是染黑的布了 摆不了了 这不能怪你啊 我不嫌 你知不知道 你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最美丽的心面了 granting方法 秦朝歌 有你这句话 我这辈子也算值了 可是我们回不去了 你已经有了玉瑶 玉瑶是个好姑娘 跟她哥哥不一样 你要好好跟她过日子 你是不是很建议 我娶了何玉瑶 当然不是 娶了玉瑶 是上天对你的弥补 你最好是你 由于要在你身边 我就放心了 你就要这样一直跟贺良才 过下去了吗 我这辈子 算是被贺良才毁了 我真的想杀了他 一芳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所有事段我都会处理的 你也知道 现在是民国 可是要讲法律的 宁凤 快点出来 这孤男寡女在房间里成何体统 尚风败俗就要忽远回来看到了 这还有好日子过吗 启诚 你走吧 我已经决定了 你不要再执着了 宁凤 宁凤啊 你就不要那么傻了 这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在这里一定不会好过 就跟我走吧 我不走 启诚 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跟你回家 这贺良才黑着良心 跟土匪勾结 而且做了那么多坏事 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呢 我愿意 你 你是不相信这个贺良才 是幕后的主使吗 我相信 借你相信 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这是我的命 可是 没有什么可视 启诚 你是贺良才的妹夫 老花说得好 嫁丑不可外扬 你不要再胡闹了好不好 你怎么可以是非不分呢 我不想再听了 启诚 你快点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没听见我们家闺女说 让你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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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们走 一个走标耍刀腾 他想赢得我们家淫凤的心 我非 报告 保安团长喝亮才 求见县长大人 进来吧 刚才啊 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根本就不是 就得美大人 有什么事啊 那你这么说 也好 这都不咬的 你这都不咬的 你有什么事啊 不可 没有你 要严潞 她们 都不会有事啊 回去 县长大人 齐昭求见 让他进来吧 是 兄弟啊 你的事情我都明白了 但是我想听一下 齐昭怎么说 监听则明白 那我先告辞 不用 你回避一下就可以了 齐大掌门 请 新诺兄弟 齐昭兄弟 你脸色不太好啊 新诺兄弟 我是来告状的 脸色当然不好看了 哦 告谁 我告 喝两菜 好 那咱坐下说 不 我不坐了 我告诉你 这个喝两菜 串通了胡三刀 让胡三刀 劫走了我的新娘银凤 他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后来 他居然还指使 胡三刀 把银凤 卖到了打铁关的 妓院里面去 哦 就可以说 武三刀 你跟殯狂凤 这些人都帮我做证 他对你 还说 这些人可什么 他不是什么 但他还有个人 可以啊 那就是为了灭口啊 兄弟 先不忙着传话 我记得 银凤 好像是人家贺两财 花钱从妓院里熟出来的 他那是假人 可是 后来银凤 跟他回了家 做了人家明媒正娶的姨太太 对吧 但是一马归一马 我的银凤 现在变成了贺两财的姨太太 这毒妻之痕 我怎么验得下去 现在大人 你赶快下令 撞回贺两财吧 多妻之痕 我想我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赶快下令啊 让我把话说完 兄弟 你不要着急 在这个世界上 一仇一恨是必须得报 仇是杀父之仇 恨是夺妻之恨 对吧 对啊 太对了 你有没有想过 贺两财之所以 强烈的姨太太 实际上也是在报仇 报仇 嗯 他报什么仇啊 杀父之仇 这 县长大人呢 你是在开玩笑啊 这柳林县 谁不知道贺两财 他的亲生父亲 在几年前 就已经生病死了 那病死的 是贺两财的继父 是他的生父为了折人耳目 过激给了他的亲戚 那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啊 就是当年 你在武门外斩首的贺本昌 不赢酷的裤正贺本昌 嗯 他是贺两财的亲爹 是的 你早就知道了 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兄弟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们两个是结拜兄弟 他妹妹又嫁给了你 你是他的小舅子 你们这关系就是简不断理还乱 我们这外人怎么掺和 那什么意思 你意思就这么算了吗 我告诉你 我刚才正从贺家府里走出来 还有人向我开黑枪呢 兄弟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 我会让警察局去查 亏我黑一直把你当好兄弟 你怎么就能这么算了呢 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听我一句话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 你们的仇是前朝的仇 前朝旧恨就算了吧 冤家遗解不遗解 反正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当年我杀了他父亲 是皇上还有皇太后的旨意 我问心无愧 可是他抢走我的新娘 她这就是阴谋犯犯罪 兄弟 你消消欠 先回去吧 等我忙完了 我请你喝酒 多谢仁兄 不用谢我 你为本县做了那么多好事 该谢的是你啊 我替齐昭谢谢你 替齐昭谢我 此话怎讲 你救了他一命 要不是你 他跟他爹一样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县长 告辞 大少爷 小的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 你说吧 何为贵 就算贺两财千不该万不该 他也是你的大舅子 再说了 现在大少奶奶已经有了身孕 而银凤给贺家生了一个儿子 贺两财怎么可能放人呢 还有啊 是银凤他自己不肯回头 大少爷 咱也不能一厢情愿 自说自话啊 真没想到 这贺两财 竟然是贺本昌的儿子 我一直都想不通 那贺两财 为什么会这么痛恨我 而且 还夺坐我的银缝 原来那是想找我报杀父之仇 看来 当年的贺两财 要跟我做结拜兄弟 也是别有目的的 为的就是可以靠近我 然后伺机报仇 真是没有想到 这个贺两财 难道他不会想一想 他爹是犯下了多大的罪 不管在哪个朝代 都是要被砍头的 当家的 来 玉瑶 来 来 坐 当家的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 我哥是贺本昌的儿子 你是听谁说的 我是听信中兄弟说的 他说的话不会错 他还说 你哥从小就过记到你们家 你要是真的想嫁人 那就 那就嫁给我 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亲妹妹 我也知道这事荒唐 可这是爹的意思 爹的意思 爹什么时候说的 上个月啊 你是中邪了吧你 那咱爹咱娘 三年前就去世了 傻瓜 你哪个爹跟你说 怎么了 没什么 那这么说来 你杀了我哥的亲爹啊 我哥又抢了你的新娘 当家的 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 就不要冤冤相报了 我去跟我哥也好好说说 行吗 大少爷 退一步海阔天空 您可不能钻牛角尖啊 算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你不说这话来骗我的吧 玉瑶 我怎么会骗您呢 不过也得看你哥的表现 要是你哥拿枪指着我 我能不还手吗 不 我去跟我哥说 我保证 以后他不会再做伤害你的事了 姑爷 我看那个齐昭简直就是个土匪 蛮不讲理 非要把我们迎奉给抢回家 我都听说了 多亏岳母大人 凌危不惧 回头我让管家送两百块大洋来 奖励您老人家 多谢姑爷 只要说起来啊 最后还是迎奉立场坚定 齐昭才死了心 灰溜溜的滚蛋了 是吗 迎奉 你怎么说的 快说呀 我对齐昭说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 我已经是贺两财的人了 生是贺家的人 死是贺家的鬼 好 这才是我贺两财的女人 回头 也逞两百块大洋 多谢姑爷 多谢姑爷 贵而醉 今儿爹开心 走 到院子里晒太阳去 乖儿子 盈奉 还难过什么呀 别身在府中不知福 别再难过了 娘去领赏去了 乖儿子 儿子 来 你要别再甭湛 你放大na 不知道 Vielen 您好 谢谢姑爷 谢谢姑爷 孩子该吃奶了 我先抱他回去 来 我先走了啊 你们俩 大少爷 齐昭能善罢甘休吗 回来的路上我也在想 这齐昭到县长那边告状没成功 会不会想办法报复我 要不他们先下手回墙 怎么下手 他不是三天两头走标压标吗 他半路打黑枪 截标车干掉的 现在是民国 讲法律 一个胡三刀弄得我已经很被动了 幸好这个县长上道没怎么追究 看来啊 咱的银子没白花 不过这个齐昭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主啊 我心里有数 你看着吧 他肯定死我手里 大少爷有主意了 胡三刀的手下二当家肥猫 三当家皮猴 现在是齐昭的跟班 等过些时候 你找个不相干的人到省城去揭发 就说齐昭勾结 土匪于党 想要阴谋作乱 我看他长信中还怎么帮他 好 还是我们家大少爷高明 对了 上回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国民小学女教师上官宴 哦 那个白白净净的女教师啊 大少爷 现在眼光够高啊 都喜欢上杨学生啊 说正事 这个我打听过了 那个上官宴是南京金陵女校毕业的 还没结过婚 他的父亲是保定有名的梅游大王 梅游大王上官文远的女校